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人智慧 不是你所想的那么肤浅 若是你忽略了 而妄志更高 一定会很惨 曾经遇到一位 她是很诚心的修行人 手上挂了很多的佛珠 衣服穿了道服 可以看出她是很虔诚在修行 但是有一天 我到了这一条路 一个地方去 路过这里 路过这里我看到这栋房子 告诉我们信徒 我说最动的人 已经要拜了 这不聚财 这是本吉祟 佛大 佛小 最爱拜 所以 除非她很有修行 才会遇到贵人 不然一直爱拜 我们这位信徒 他说这一位先生人很好 全家都很好 出事出了很多年 也不杀生 一直在拜佛 我说你光拜佛 解决不了 他的家庭的钱财事业 他认真的拜佛 他不是要来 解决他的钱财的问题 家庭的平安问题 而是智慧还不够 把风水学看作是迷信 我们这位信徒他说对啦 他就这样一直在笑我们 我们在讲酒 讲风水很迷信 结果他现在 每天都有债主来讨债 这个家庭快红拍卖 我就跟他说 这个就是本吉祟 本吉不出事 佛大为小 财守不住 破财 而且家庭不和谐 把家庭多病心脏病 弃了半死 我告诉他说 如果是这位朋友 相信法的话 把这个封起来 门开这边来 这样来 变成头小伟大 那就改善了啦 我在这里 跟他比给他当教学 刚好这位先生 李先生出来了 会有涵养的说 你这位不是张老师吗 我说是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这里 是啊 我的路过 追我们的蔡先生 带我来这里 要看他的住家 那顺便 看到你这栋房子 我说这个有上山的人 才能住 他很客气的 礼敬一拜 他说 我今天遇到贵人了 我早上起来 一直在求佛 求菩萨 让我有人 帮我解决 我的困难 那么刚好 我今天遇上了 我绝对会照你的指示 这个局势 扭转全棍 天地运行 靠我自己的智慧来修 祝福各位